Hello 大家好 本期视频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啊 就是我们的卡片在我们的手里 为什么还会被盗刷 而且是被远程盗刷 那么我们要理解这个盗刷 那就要理解这个卡片 从治好然后到你手里都经过了几个步骤 经过了几个人手 那同时这张卡你收到了之后 你又拿着它做了什么 哪些行为会产生盗刷的风险 以及线上支付的时候 线下支付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避免卡片的信息被盗用 或者说被盗刷掉 那OK 我们来先说第一个 就是这张卡 它从做出来要经过几个人手 那第一 制卡 那我相信大家可能没有完全体验过这个流程 我是完全体验过的 在香港 我开的多数的银行卡下边印有我名字 并且当天我能拿到卡的这些银行 都是他在他银行的网点就完成了这张卡的制卡 包括卡号 包括后边的三位数字 都是现印上去的 还有名字 那也就是说给你印卡的这个人 他是第一手能接触到你卡片信息的第一个人 那这张卡制好之后 还会由其他人负责给到你 或者是由其他人交给快递 就是打包部门 对吧 他们有这个发快递的部门 那你的卡如果涉及到发快递 那肯定这个发快递的这个人 他给你装包的时候 那也一定会看到你的卡片信息 当然如果是银行的情况下 他全程都是有录像的 除非他记性特别好 对吧 他能把你的所有信息垮背下来 他一天接触那么多东西 那么多东西大概率都麻木了 所以说如果说你是办的银行的这种卡片的话 他整个流程全都是在监控范围之下去进行了 他很难去把你卡片信息拿走 再有一个没有人那个脑容量那么大 能记住这么多数字 然后把你这个名字同时记住 对吧 这个概率比较小 除非他是数学天才 那么这个接收到你卡 那么发快递的这个人 那我这个你看咱就说到了有三个人 他能接触到你这张卡 对吧 那ok 如果说好 这个快递发完了 那在发快递的途中 那你要知道 在国外的一些国家 他们特别喜欢拆信用卡的信件 然后呢 再给你后封 也就是说拆开把你的卡片信息拿走之后 再给你去后封 就这些快递小哥 他会跟一些灰色组织 他们之间有这个合作 所以呢 你的卡在运送的途中 也有可能被快递小哥 他联合这个灰色组织 然后把你的卡片信息窃取走 窃取走之后 他通过特定的机器就可以制出来你这样的一张卡 但是这个呢 是有成本的 并且也不太好操作 那目前大多数盗刷都是在你收到卡之后 你自己的一些行为产生的这个盗刷的风险 好 那咱们这个上面说完了 卡 从质卡到你手里 他经过了好多个人 对吧 那OK 假设咱们说你收到了这张卡 那这张卡 你收到了 对吧 卡片在你手里 那还有什么情况 你这张卡容易被盗刷 那就是你拍了这张卡的照片 尤其是使用一些全线比较开放的设备 比如说Windows电脑 比如说安卓手机 你一旦把这些卡片的信息上传到Windows电脑或者是安卓手机里边 你的这个卡片的信息就有可能被恶意的程序去读取 那你应该不知道有很多APP程序它能扫描你相册里边的卡片 甚至你的个人证件 那也就是说你的电脑只要是中毒了 或者说被这个黑客放了什么不知名程序 或者你的安卓手机下载了一些不知名软件 尤其是男同志 对吧 男同志呢可能经常下载一些软件 而这些软件里边就带一些后门 它会让你的这个相册的权限完全暴露出来 然后呢把这个里边的这个有用的信息给偷走 最后通过这个网络的形式传给灰产 那灰产呢就可以套你卡里边的钱了 那一般他们都是整合了很多网站 就是很多网站在下消费它是不需要完成验证的 那有一部分它也是需要完成认证的 所以呢要分什么卡 对吧 分哪些银行 分哪些这个网站 所以呢 这一点啊 这个咱们就不深入这个探讨了啊 咱们就说这个卡是怎么在你这块这个被盗刷的 因为我认为啊就是这个卡被盗刷 存在的最大问题其实是我们个人前面那几个步骤 很少有出现问题的 几乎是可能不太可能 几乎是不太可能 所以我刚刚说了第一种就是被恶意软件读取了 恶意程序读取了你这个卡片信息 那么第二种的情况下就是你在一些不知名的网站上去消费的情况下 然后呢 哎 你的卡片的信息就被泄露了啊 那这种泄露的概率呢往往会大很多 因为我们很多人他拿到这个万事达卡 威萨卡 哎呀 就是特别兴奋 全网消费 对吧 买这个买那个的都喜欢用这个卡来消费 用没错 但是啊 你分用什么卡 如果说哎 你用银行的 对吧 那这个风险就比较高 但是如果说你用这些虚拟卡 对吧 我视频中也给大家介绍过这些卡片 那这些这个叫做优卡 或者是虚拟信用卡的东西 你去使用的情况下 那就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因为用多少你充多少 但如果你使用像我这个银行的这种卡片 那一般你这个银行账户里都会有很多钱 所以呢 被盗刷的这个金额 往往啊 损失就比较大了 所以我们在使用一些不知名的网站的时候 一定要去使用虚拟的信用卡 或者是这个叫做优卡 对吧 用它是最安全的 而且呢 用一段时间你就要换卡 啊 那实体卡再换不起 咱虚拟卡能换几吧 比如说泡客配 里边开一个卡才五块钱 对吧 那它这个有一个卡是二十块钱的 那你用完全的也才七块多 所以呢 这个卡 你用几次你就给它关掉 那别人已经获取到你信息正准备消费的时候 发现你这卡都已经不用了 里边毛钱没有 对吧 已经完全不用了 你又开始使用新的卡了 所以在使用很小型的一些网站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使用这些虚拟信用卡或者优卡 尽量不要使用实体卡相关的一些东西 这样的话呢 就能避免很大概率 这个你这个卡被盗刷的一个情况 那其次的情况下 你在支付的时候 你使用的浏览器环境 这个也至关重要 很多人啊 下载浏览器 比如说下载谷歌浏览器 大家都知道谷歌浏览器好使 好用 但是呢 你发现你去百度上一搜索 一大堆 哎 广告弹出来了 各种啊 这个叫谷歌浏览器的全都出现了 我告诉你 很多浏览器它就有后门 它能带这个网络分析功能 就是能分析你这个网站打开之后 输入的数据 然后把你这些数据呢 传送给 他们这个后台 所以呢 你使用的浏览器 也可能会泄露你的卡片信息 那这个 这点至关重要 如果你是用的Google浏览器 本身的 那它保密性是非常严格的 那很难被读取 因为呢 它的这个就是加密是比较 比较厉害的 那很少有人能把它给破解掉 但是你使用其他的这个 冒充的浏览器 那就完蛋了 那你看我去朋友家 我发现他们电脑上都好几个浏览器 没有一个是正版的 都是从各个渠道下载的 一打开那网页都直接乱蹦的 这是跟跳舞一样 对吧 打开之后都不是这个正常的网页 各种导航网址 所以浏览器是最容易被劫持的 这点大家需要注意 所以不知名的网站 不知名的浏览器 一定不要去使用 那么当然我们使用这个卡片 进行微信和支付宝 这一类的付款 那就不用说了 那这些都是比较安全的 我所指就是外卡 它这个在一些不知名的网站 去产生订阅的时候 或者说知名网站 但是你用的浏览器也不行 或者你的电脑环境也不行 尤其是很多人 其实他都是电脑小白 你的电脑可能已经中毒了 这个已经可能被人家非法监控了 但是你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这里更建议 就是大家 如果使用Windows电脑的情况下 它的权限特别开放 特别容易被别人控制 放这个木马病毒之类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 隔一段时间要做个系统 你别嫌麻烦 因为你搞这些东西 它就是有风险的 所以我更建议有条件 赶紧上这个苹果 它系统是完全封闭的 我这里不是给苹果打广告 我只是实话实说 我玩电脑这么多年 对电脑太了解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说 就是你拿着实体卡 去消费的情况下 尤其是你去国外消费 那去国外消费 有一个问题 我就看到很多人 他犯这毛病 他在国外进行结账的时候 把那服务员叫过来了 然后那服务员 把他卡直接就给拿走了 去前台消费去了 我之前出国 我就看到有这种情况 这种是特别 特别危险的 因为你不知道 他拿过去刷卡的 这个过程 有没有把你的卡片信息 给拍下来 这个就很重要 那如果说他中途 把你的卡片信息 拍下来了 然后呢 去卖给那些 搞倒刷的灰产 那你不肯坑吗 所以说很多人都是因为出国的一些操作 这些这个失误的操作 导致自己的卡片被盗刷了 所以我们在线下买单的时候 一定要在卡旁边 不要让他有拍照的机会 并且呢 我们尽可能的把卡片上边贴上这个标签 不要让别人看到这个卡号 完整卡号 以及卡号后边的那个CVV三位的这个密码 所以把这些都遮挡上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避免掉一大部分问题了 尤其是你看你在香港消费的时候 那服务员也是喜欢把你的卡拿走 直接去消费 但多数的情况下 都是在你桌子旁边来进行这个付款操作的 所以我这里啊 再次提醒 不要让别人把你的卡拿走去消费 那我刚才说的这几种情况 都是目前最为常见卡片被盗刷的 还有就是我们国内开的这个信用卡 对吧 看一下 这个招商银行的Visa卡 对吧 那这些国内的银行卡 你别以为你国内办的这个安全 对吧 没事 但是啊 我告诉你 如果你触犯了我刚才说的那些情况 那大概率你的这个卡也有可能会被盗刷 你别管它是哪发行的 所以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些 你都犯了 对吧 那你那些卡就该别用了 就别用了 对吧 就赶紧去换卡吧 重要的这个记住一点啊 就是在网上进行付款消费的时候 尽量不要使用银行卡去直接付款 因为你没有那个辨别能力啊 你被互联网对电脑对于黑客这些东西完全不了解 所以我不建议你们使银行卡在网上进行订阅付款 这些啊 风险类的操作 你以为很正常 其实被盗刷往往都是因为你以为没事 那一般盗刷的话 说实话没那么快 那我刚才忘说了一个啊 就是还有一种情况 有一些平台呢 它的数据有可能被泄露 因为你这个在输卡片信息的时候 你的卡片信息实际是保存在平台的 当然有很多平台说我们不保存卡片信息 但是我认为很多平台一定是保存的啊 所以呢 我觉得有一些平台 它是存在这个卡片信息泄露的这个风险的 尤其是它被别人攻击了 或者是倒闭了等等 提醒大家一定要使用虚拟信用卡 或者是优卡之类的东西 当然不是打广告 你爱上点开上点开 我只是告诉你 这个东西啊 用这些才是最安全的啊 那么OK 当然了我刚才呢 说这些啊 虚拟的信用卡啊 但是如果说你对这些卡感兴趣 那视频下方啊 有这些卡的开口链接 你可以随便去开啊 可以随便去开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避免很多风险 当然有虚拟卡的 你就使虚拟卡去网络上订阅 实体卡呢咱就是ATM 咱就是线下消费 对吧 你别用于线上的一些订阅 咱尽量分开线上和线下 别混用啊 这样的话你就能避免掉 99.9%的这个卡片被倒刷的风险了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你听懂了没有 好 拜拜